大量农烟不斷穿出几乎遮蔽整个视线 而火势烧得猛烈 整间屋子陷入火海 一发不可收拾 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 拉起水线经济灌旧 所幸屋内没有易燃物 火势在20分钟内得到控制 16号清晨花莲浴缸码头旁的外籍移工宿舍 发生大火 两楼透天错几乎全毁 而附近邻居指出疑似鞭炮酿成火灾 而火在当时住在里头的外籍移工都放假出游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是花莲强症过后 经销人员连日疲于奔命 就连除夕夜都无法好好休息 镜头转到桃园巴德区一间塑胶工厂 同样遭到柱容侵蚀 因为里头堆满易燃物 火势蔓延迅速 就怕会继续延烧 消防队派出近30辆消防车抢救 经过5小时后才将火势扑灭 虽然两起火灾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这个除夕夜真的不平静 记者五彩薰林中正王千林 桃园花莲报道